大家好我是Panf1 好我是Panf1 來吧我們昨天是用日月烈打到第87回合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很標準的礦砂的輔助 然後就是這樣子就到底就好了 那我們來玩一下算是以前都一直在說不可能的隊伍 結果現在竟然是可能 而且還是標準的上分隊 就是比礦砂還過分一點點的石砂隊 好啦因為石砂的部分基本上我還不是很清楚他要怎麼玩 但是我自己玩起來下來很像是 反正就慢慢殺 對慢慢殺在41關之前還是可以先以暗殺為主 到41關之後再去以時間為主 反正我有雙成長嘛對不對 石砂隊基本上已經是不能換了啦 時間暗殺小丑成長跟破城 然後地圖一定要搭配等離子 然後我們這邊一定我覺得至少真的要有成長骰 如果沒有成長骰的話 或許那個星數沒有辦法拉到太高就對了 好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這邊的玩法呢一樣是用太陽月亮加破城 加獵城成長跟小丑 好啦我之前很像有說 我上一支影片很像有說什麼 一定要有小丑對不對 對啦有一對是不用小丑 而且打到爆幹高的就是日月星焦烈 或是首月星焦烈 或是不管反正就是什麼星焦烈 XX星焦烈 X月星焦烈的系列 對他是不用小丑的 可是他太難了啦 幹他真的是不是新手可以打出來的 我今天七等月亮 七等月亮可以玩日月星焦烈嗎 我相信我這麼一講之後就會有人PO出來了 好啦我就期待那個影片的出來啦 好那我們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我這邊是用太陽月亮裂痕生長跟小丑啦 那對面是暗殺時間小丑生長跟破城 那玩法我這邊因為畢竟人家不是純暗殺的關係 而且沒有等離子的關係 所以我會盡量的去拉我的骰子 如果可以的話在15回合可以再被轉一次 對如果我多被轉一次的話 對面可以少複製一些 而且我現在用的是日月嘛對不對 像表管裂痕 本身日月如果夠高薪的話 其實過15回合不是問題的 甚至我可以一個人過到41回合 不過我覺得過到41回合可能就有點危險了 因為畢竟到時候可能一個太陽沒點亮 或一個月亮沒點亮很可能就崩了 因為畢竟我也只有11月而已啊 如果今天我是12月的話 或許可以獨自一個人爬到55回合也說不定 但是我是可以達到41回合 如果今天月亮是只有10等或是以下的話 可能41回合之前盡量就不要再去動他了 因為畢竟還是要滿版暗殺才可以 還是要滿版滿星才可以啊 會比較好啊 也不能說比較好 就是說暗殺能殺到哪裡就好 因為畢竟我不是新教練嘛對不對 除非有新教練的話才會去考慮到說 我要在那之前就要滿版滿星 不然的話交換是沒有辦法交換的 那我現在是沒有交換的狀況的話 我只要把位子給他排好就好了 那如果是新教練的話基本上就是 不是新教練啊 日月烈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用太陽至少要7顆 月亮呢都可以 然後裂痕呢最少最少要1顆 好啦然後最好的辦法呢 是所有的太陽都吃到月亮 欸這樣就好了 所以說真正的玩法可以是 7月7日配上一個軍獵囉 而且現在7月過去了你知道嗎 我應該在7月7號的時候播這一支才對啊 好啦算了沒關係 我們就給他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好我們先到第15回合對很簡單的地方 我這邊呢有故意把我的太陽給他熄滅 餵的是什麼呢 餵的是給對方轉一下 你看這一轉之後呢 我的生長就多出了很多 那這個樣子是不是就可以再往上漲一波呢 你看這時候對面可以少殺幾個 我有幾個成長就少殺幾次你知道嗎 因為對面還說一說一下 對面不是礦山 對他沒有礦山那個錢其實是少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能多成長一些就多成長一些 當然啦 如果今天成長到有一點太歐歐到衰 變成一個七星成長 那就有一點倒楣 不過這個時候如果真的長成那樣的 我還有一個機會就是在25回合的時候 還有1 2的機率 給王降星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畢竟我是日月獵嘛對不對 我不是日月劍 所以其實他的優點 欸不是說優點 他的range還蠻高的 我的日七顆我的獵一顆 那月亮呢基本上可以五顆 所以至少至少可以壞掉兩顆沒關係 有兩顆是垃圾骰 或是多了一顆成長七星 或是多了一顆七星獵城 其實是沒關係的 但是月亮跟星 月亮跟太陽是一定要點亮的 這個是不用自己的 那不用你沒點亮那傷害根本就沒有嘛對不對 好啦像現在我有一個六星小手的話 盡量就不要去複製啦 除非我很給小啦 不然就要讀讀看 那這個時候呢 對我沒有選擇的去複製他 因為如果他長錯的話 感覺不是那麼好啦 對啊如果他長對的話 其實我還要去調整他的位置 你看我現在就直接長成一個六星的 七星的成長 不過沒關係我們才壞掉一顆而已 說不定等一下二十五回合的時候 我又會再給他搞一下 來我們再去趕快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我們現在到了第四十回合 可以看到我現在版面是只有三顆月亮而已 等一下很像有那麼一點點的慘 不過沒關係啦 我這邊還會不會給轉王轉一下呢 如果是我的話還蠻想給他轉的啦 不過我沒有選擇給他轉 對我現在看起來應該是要給人家轉一下啦 不然的話 我這個場上只有吃到四顆太陽而已 你知道嗎 後面那兩顆沒吃到 中間那顆七星的太陽也沒有吃到 而且我的星數雖然高啦 但是對面的星數很像更高 這個時候我覺得對面的話 應該先暗殺複製多一點點 先不用複製去他的成長 因為我的星數還沒有很高嘛 你說是不是 好啦來 這個四十一回合過了 那我們再往下跳到第五十五回合 看一下唄 啊一樣 五四回合 這個前面我應該有被搞了一下啦 我的隊伍有稍微換了一下 不過我的月亮還是只有一顆七星 這以版面而言的話 其實不是很好 就看對面的暗殺怎麼辦呢 不過呢 哎呀對 因為今天是七星 十一等月亮的關係啦 所以 而且還趴配列城 所以六十五關呢 還是可以輕鬆的滅掉 啊好 我們現在對面又被轉了一下 但是對面是沒有任何的暗殺 其實以這一局的暗殺程度而言的話 算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倒霉啦 而且我也沒有光靈靜 也沒有暗殺 也沒有礦山的情況下 現在是殺到了五顆七星啦 六顆七星啦 我的破城 我的裂痕也是七星 沒錯 但是我現在吃到月亮 是只有 真正在打的只有一組而已 就是一顆七星日跟七星月 不過有列城的關係啦 所以我們五十五回來 還是可以直接碾掉耶 哎呦 這傷害還是蠻兇慘的嘛對不對 好啦 我們現在再往後再跳一個階段唄 當然啦 這個遊戲很像都是每十五關一個階段嘛對不對 我們直接到第六七回來看一下 但是我們的版面很像還是一樣爛對不對 然後我們正在打的呢 還是只有那一組而已 然後我的右邊兩顆也是七星啦 但是他沒有吃到月亮 所以呢 那個傷害是有跟沒有一樣啦 然後我們這邊暴擊打到是三萬多滴 我總覺得啦 還是守護牆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我現在一直心裡有這個疙瘩 對啊 數字而言的話守護很誇張 但是以攻速而言的話 說不定其實太陽這段時間打的傷害 也不如 不輸 不輸守護嘛 你說是不是 好啦 68回合這個情況下 對面應該還會被轉一下 但是我現在只有一組在打而已 有那麼一點危險 只有一組的情況下配上裂痕 你有沒有辦法把69秒掉 還是可以耶 還是可以耶 不過也是因為對面有時間的關係啦 我的時間骰在七星太陽的情況下呢 等於是滿速了 我這個時候基本上只要有一顆時間就好 對耶 這個時候大概就要考慮到對面有沒有七星的時間在幫我加速了 其實我的11月呢 還是沒有到滿速的狀況 但是但是 這時候只要有一顆 我覺得大概一顆就夠了 只要有一顆七星的時間在 就可以讓我的那個太陽到滿速 但是如果今天是十等月亮的話 我建議可能至少要有 平均最少要有三顆我才覺得可以到滿速 對啊 一顆的話可能 一顆兩顆的話 那個傷害可能還不夠 對最好常駐要出現三顆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好了 七星回合的情況下 還是給他秒掉啦 可以看到了 我的四星月亮吃到了 吃到那個七星的軍獵 然後再配上隔壁的四星 四顆七星的小丑 四顆七星的時間 可以看到他的攻速很像已經到滿速了對不對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 好啦 這算是一個時間流的玩法 大家都要找一個 算是無腦的時間流 那時候的關卡數大概到25回合 50回合就很兇殘了 那時候我們都會玩一星二星三星的時間流 就已經可以到很遠 也不是說很遠 相對於很遠的地方 那時候的很遠大概50關就已經夠遠了 你知道嗎 好啦來到七十三回合 我們看完這隻龍再往後去挑一端吧 來現在這個狀況還是可以把王秒掉 而且惡王是轉王眼 好可以看到現在對面沒有任何的時間 我們再感受一下 在沒有時間的情況下 他的傷害會多低 然後我們這邊又打出了第二組 有沒有看到 在沒有時間的加速的情況下 其實我的太陽配上七星月亮 他的攻速也沒有到多快 對也沒有到多快 還是有在往上的空間 這剛剛那一瞬間就滿明顯的沒錯啦 好我們到七十四回合 那我們再往後再去看一下唄 83回合下一個砍了 這是MAN沒有用石殺的最後一個極限 在這邊的話就會被搞了 但是因為對面有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是可以把王給秒掉啦 但是我這個狀況 我的版面還是只有兩顆在打而已耶 對啊其實這個時候基本上是靠對面的時間啦 你看我這邊只要有兩組 對我才兩組而已就已經夠了 我說的一組的是有吃到七星月亮的七星太陽 才算一組 如果沒有吃到的話 基本上我不把他當一組來看的 雖然說我的太陽很多 總共有六顆七星 不過真的有傷害的只有兩顆而已 雖然說他有在打 但是他的傷害確實不大 而且我有另外一個七星月亮 不過那個月亮沒有吃到任何的太陽 所以說有一顆一星啦 那個也當作沒有任何傷害 對當然沒有傷害 然後他現在在沒有任何時間的情況下 基本上我這個時候就有這麼一點點的危險了 85回合在沒有太陽沒有時間的輔助下的話 我的攻速真的是慢到一個渣掉啊 對我沒有 喔不行 這個時候真的是時間很重要 時間很重要 但是因為我是日月烈的關係啦 所以有先不說烈 不說烈很不說烈 就說日跟烈就好了 日跟月 日跟月就好了 因為我有小丑的關係 我可以再慢慢挑慢慢挑慢慢挑 好可以看到我現在有四顆 可是結果被這麼一轉之後 還有我還剩下一組 不過我就在看左下角那顆成長 會成長成什麼樣子 再去決定我剩下三顆小丑要複製什麼 對啦這個時候就慢慢來慢慢來 當然要看狀況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就先複製 但是如果也可以的話 先忍著會比較好一些 那這個情況下呢 我就選擇複製太陽嗎 因為他變成一個七星太陽 其實這樣無所謂啦 不管他變成什麼 我都有三顆小丑在 我三顆小丑在的話 可以變成147顆可以點亮 那這樣的話就香囉 可以看到我剛剛是只有兩組啊 可是這麼一搞下去的話 我變成有三組在打 我的傷害是不是又比剛剛更高了呢 這個算是只有 死...日月獵可以這樣搞嗎 日月劍也可以啦 日月劍也是可以啦 反正就是有小丑 才可以這樣去救場 才可以這樣救場 不然的話就是只能轉彎轉彎之後 對就沒了 他有點亮就有點亮 沒點亮就是看有沒有六星的 可以給他合成就對了 好現在到88回合 對面總共有三顆七星的時間 還有一顆七星的小丑啦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沒必要的 因為再複製下去的話 我的攻速已經是頂了 這應該是真真真正的滿數了啦 不可能再更快了 對不可能再更快了 好現在到第8回合 如果要再更快的話 就要是丟IX了吧 IX讓我的傷害再加個20幾% 然後還有什麼 再加個泡泡 可是泡泡跟... 泡泡跟月亮的七星的35% 暴擊率比起來 好像還是月亮比較過分對不對 好啦90回合了 這個時候呢 欸對這個隊伍就香啦 只要對面不被搞就好了 對為什麼一定要配等離子呢 就是為了保護對面 雖然說機率只有小小的20% 可是我只要擋住一次獅王 擋住一次魔術師 那個效益真的是很高啊 因為對面至少要常住滿星才可以 滿星高星才可以 可以看到就算我今天有等離子好了 他現在到91回了 可以很明顯感到他錢已經花光了 如果這個時候他再再多搞幾次沒有扛住的話呢 可能就會崩掉了 剛剛魔術師有把他一顆炸掉了 完全召喚不出來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可惜啊 他沒有複製時間 不過也沒有差別 因為基本上攻速已經到了 不如留著我覺得 不如留著 我自己是這麼想啦 因為你看我如果小丑還在的話 等一下被吼下去 我有一個小丑變成長的話 我是不是又還有機會 不是啦 我有有一顆成長的話 我是不是又有機會再複製再往上長一次呢 我是覺得夠用就可以先放著先不動 反正畢竟這樣看起來應該是已經滿速了 沒有錯啦 第92回合我們看完這個 再往後跳一下吧 看還能到哪裡 這個時候基本上就是彈盡圓絕啦 93回合還是可以把王給秒掉啊 只要有時間還在的情況下 這個時候對面是不怕哀王不怕蛇王啦 這個時候才擋有什麼用呢 你說是不是 好啦這邊又多弄出一個氣性的力量 不過有跟沒有一樣啊 來我們就直接去後面再看一下唄 我們直接挑到最後一個坎 111關的轉王 原來111是轉王 這個遊戲是故意的對不對 因為過111關的話會有一個稱號 應該說稱號嘛 反正就會過的話會給你一個頭像啦 不過我已經過了有拿到 不過沒關係 所以說用10殺是有機會上來的 我們現在到111回合 我對面已經沒有七星時間了 不過因為等離子的關係啊 我們扛過這一次的轉王啊 還可以啊 這個20%的機率 那現在血量很明顯是到了14億的狀況 還是可以把王秒掉 可是對面的七星時間還是沒有出來 如果再不出來的話 確實有這麼一點點的危險啊 對因為我沒有七星時間的話 我11月在100多關基本上沒有用啊 沒有傷害啊你知道嗎 打小兵不是問題啊 但是打王就是個問題了 來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113回合的魔術是會怎麼搞我呗 我們意外的話應該就是給他扛在這裡了啦 好112回合小兵是血量來到應該1900萬吧對不對 好啦沒關係小兵不是重點 來我們來到第113回合王是來到15億啦 這個傷害真的是太爛了 然後剛剛那個交換下去有那麼一點點的崩潰 然後第二隻王是來了一隻小轉王啊 如果這隻不是小轉王的話我覺得好多了 但是這個樣子我沒有七星月亮 有啦我一個六星月一個七星月都有吃到 但是沒有用啦這個攻速確實不夠快 剛剛是一個小獅子跑過去才可以到那個位置 然後對面還有一隻蠻邪的王 這樣打下去怪物一直在重疊 一直在交錯那個位置的話 我的傷害沒有辦法疊起來沒錯 直接給他崩掉了我真的覺得七星 12等在這裡 11等在這裡很像沒有什麼用耶 11等的月亮 好來到113回了剩下也是靠命了啦 如果真的要再上去的話 應該就是要用日月星焦烈了 不過日月星焦烈的玩法的話 是不是對面就要克龍砂才有辦法 很像一般礦砂是不行的對不對 這我就不知道了 好啦那就之後再說啦 如果有機會玩新焦的話再來玩新焦吧 OK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可以發現啦對日月烈配上石砂 應該才是目前的主流啦 以前的不可能現在變成唾手可得 OK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BFY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拜拜 如果有什麼組合想要跟我分享 或跟我一起演示的話 就在Discord裡面私下留言給我吧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另外Discord群已經開放了 如果想要跟我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歡迎進來吧 雖然我不想出現就是了 我對你那一會兒 accounts要都有一陣子 對對對 噢 我不會把這個包裝